大家好我是孫女 雖然呢我站在一株縣長前面 但是現在是一個非常冷的冬天 不過呢今天天氣非常好 平常我都去一些非常冷門的地方 但是今天竟然要去一個全台灣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的 究極熱門景點清淨農場 為什麼會去清淨農場呢 其實是因為清淨農場有一個國民賓館 他們邀約我去參加一年一度的清淨奔洋節 只是呢他們說很抱歉 他們沒有行銷預算 不過可以讓我去國民賓館住幾晚 跟送我的粉絲幾張住宿卷 聽到這裡一個說 喔好OK沒問題 為了不愧對我襯犯王的封號 這次呢沒有把粉絲的住宿卷撐到手 絕不放手 但帶掃地機器人去清淨是怎樣啦 沒錯本次影片的乾爹就是這台 雷機第八掃拖地機器人 稀掃噴多樣樣型的雷機 除了標榜很會掃 還號稱適應能力超強 各種地形都難不倒他 雖然我從未用過掃地機器人 但試用一個月後 居然有點離不開這個新人掃地娃 為了感謝雷機的付出 所以這次決定人機一體 帶他一起到清淨玩 這次的行程總共有三天 但因為對南投毫無了解 於是就問了一下眾粉絲們 南投有什麼好玩的 結果不但受到熱烈迴響 居然還有一位熱情粉絲說 可以帶我去埔里的冷門景點考察 哈囉哈囉 你就是遺莎嗎 為什麼約我們到這個蜜蜂工廠 因為這裡是清淨洋工廠的蜜蜂 那邊很少開放 所以就請你們來這邊 但我原本想像的蜜蜂工廠 只是喝喝飲料吃吃蛋糕 你拿進來 沒事啊來 哇 哇 我們就在蜜蜂 Relax不了啊 我們的蜜很多有沒有 這些就是蜜蜂 蜜蜂其實它是女生 蜜蜂的世界為什麼以女生為王 因為它就是磁性的世界 他們壽命大概只有兩個多月而已 熊蜂的壽命大概三個月四個月左右 不用工作只負責交配 這隻就是熊蜂有沒有 它沒有針喔 它絕對沒有針 是絕對不會針妳的 它很可愛的 它沒有針 它很可愛 我稍微割一點給妳們吃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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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小心喔 那怎麼吃 那怎麼吃 全部拿去 全部 全部 全部拿去 挺爽對不對 滿爽的蜂蜂 哇塞好快樂喔這個 那是不是因為危險加成 顯刻的蜂蜂特別甜 比如我們在這一個園區 對 然後在隔壁完全不一樣 他們在這一個園區 我們采的蜜品質也不太一樣 對 就是看妳的蜜蜂養得怎麼樣 像我們就會改良蜜蜂 怎麼改良 基因改良 基因改良 對就像妳說的 基因改良是從蜂王去改良 我跟妳講 如果說一箱蜜蜂 它很壞很兇 你一進來 它就開始要針妳 那個蜜蜂就代表它不乖了 沒有社會話 對 真的 我們有一個朋友 一樣在圖裡 但是他在屬於比較山區的 他的蜜蜂就有一點的不順 他們蜜蜂裡面坐下來 背部一直針到處要針 然後我先生就說 妳們喔 蜜蜂就是要改良 蜜蜂不改良的話 永遠那麼兇 所以後來就換我們家的蜂王 就是蜂王的幼蟲 給他們去移植 現在他們家的蜜蜂 已經跟我們的一樣 都很溫順 那要怎麼培養這個溫順的DNA 要看人耶 去跟他們溝通 就幼蟲的時候 對 天天跟他們溝通 然後妳很愛他們 妳把牠當成孩子 然後牠很想人之外 如果生病的時候 我們要餵牠吃什麼 有時候我們要餵牠一些 檸檬汁啊 蒜頭筋 要研究什麼 可以讓牠提升免疫力 所以他們感受到的是母愛這樣 對 妳可以這麼講 然後妳很貼切 還以為我吃的是蜂蜜 原來是母愛啊 猜熱情本菜 幫我們外帶了 埔里知名小吃 這是什麼東西啊 南投麵線跟刮巴 謝謝 謝謝南投的熱情粉絲 真的蠻好吃的 真的蠻好吃的 我們這個水盤上面 寫著埔里愛蘭公主 真情推薦 愛蘭公主該不會是那種 選美冠軍吧 好多事 看牠們好像以為店名叫愛蘭 妳知道這個嗎 這是一個選美比賽嗎 剛看到還有紹興皇后 對啊 就是那個 該不會每個鄉鎮還是觀光工廠都會有一個 應該都有 你們埔里這終於選美比賽 然後意想不到的是 妳說妳妹妹是第一屆九白孫公主 真的啊 這個 這是妳旁邊 97年耶 97年 她剩九頭生耶 對啊 好長喔 我連拖進不經咖的那個黑歷史 沒有啦 她很正 福里嘉莉奪冠 離開洋風場後 熱情粉絲說還有另一個地方想帶我去 熱情的南投粉絲 以沙說要帶我們來這邊一個冷門的景點 叫做哲學 哲學什麼 哲學步道 然後她跟我們說在哪裡集合呢 在一個叫地母廟的地方 剛走過來我看到後面這個拱門 後面這個拱門 想說欸 就是這裡了嗎 這裡就是地母廟了嗎 不 然後在後面那上面整個山頭 都是地母廟 怎麼會騎車場超巨大 四間廟都是 整個山頭都是他們的 那還有其他三間 喔 中台禪寺嗎 在 零延 三四 在地母廟 跟天子宮 四間廟都是整個山頭都他們的 我媽我怎麼步道在這兒 欸 她整個邊緣道直接被 工地的架子給擋住 哈哈 這邊剛弄完了 這個這個太多 建造金額上面有寫 六百零二萬四千八百二十二塊 該不會是花了六百多萬 打造這個哲學之路吧 還沒用啊 還沒用啊 對 目前赤之六百萬的冷門景點 其實哲學之路原本是一條產業道路 後來陸續改建成自行車道 可以從埔里高公一路騎到地母廟 至於為什麼叫哲學之路呢 網路上有兩種說法 其中一個說法是說 效仿日本京都的哲學之道 另一個呢 則是因為沿途的景色清幽 能夠沉浸內心就像哲人一樣 不過如果你問在地人 他們都怎麼進去 我都騎奧奧巴 這可以騎奧奧巴 可以去 可以去 所以我才說如果 直接探感的話 我就騎奧奧巴在你整邊 而且不只奧奧巴 這很窄欸 只有實驗堂 那邊還有住其他鄰居嗎 有啊 那這樣他們也是只能開Sienta進來嗎 他們都騎奧奧巴 也有開大貨車進來 自行車步道 我們都靠奧奧巴 Sienta跟大貨車啦 晚一點五點多這邊會有三槍跑下來 這個上面有三槍 還有蛇 對 其實哲學之路到底是一個什麼地方啊 雙台禪四的部分 零延三四 公子宮 所以四大神廟你都開車 哇四大神廟 走這個哲學之路就可以 全部收集完畢欸 所以這裡才叫哲學之路啊 喔 原來是這樣子嗎 可以一次收集完 可以一次收集完 沒有被咬 沒有被咬 是做神廟 要開始了他才能進來 這才是哲學之路真正的由來吧 感謝你的熱情款待 那我們要走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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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敢在天黑前抵達清靜 雖然肚子完全不餓 但來到清靜沒有吃雲南料理 應該被粉絲推下山吧 其實我媽媽沒看 吃 雲香園 雲香園差不多吧 肉片先下 依序這樣子 好 要快喔 旁邊這邊有湯匙 要快是嗎 好 謝謝 你可以拿起來直接這樣 好 沒關係 好緊張 原來顧巧米線是這麼緊張刺激的活動嗎 剛剛老闆問我說你知道嗎 這台怎麼樣 他說他最近買了一台鹿虎 花了400多 吃完了雲南料理了 但是稍微有點吃不太懂在幹嘛 剛剛還上網查了一下雲南料理的特色是什麼 以烹製山蒸水鮮蔬菜建廠 口味偏鮮糯酥脆 醇厚重油 酸辣微麻 鮮嫩回甜 完全就是涵蓋了所有的料理 我吃不懂雲南料理耶 終於抵達了 已經往下榻的地方 請進國民賓館 歡迎參加清靜農場62週年 即奔陽街活動 這個房間 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 遙控器 也沒有任何空調的出風口 我完全沒有好吃驚 後來才發現 因為在山上比較涼爽 清靜這邊的民宿飯店 幾乎都沒有冷氣 但有沒有可能客人也是需要暖氣的啊 來了 滿滿清靜飯手裡了 你的包多加兩塊薑醬喔 哇 好正好難開喔 嚇我一跳 還記得開頭我帶了一台掃地機器人來清靜嗎 他的名字是雷基滴巴 我跟雷基滴巴的相遇 是在二月的時候 那是我第一次使用掃地機器人 原本想說我家很小 障礙物有超多 應該沒辦法用吧 會不會出不來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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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 很多障礙物這個家 但沒想到雷基居然真的可以掃 而且D型機身連角落都清得超乾淨 每次清掃他還一邊優化地圖 就算再小 他也沒有嫌棄 貼心的幫我分區打掃 不過說到雷基的天敵 絕對是他 狗毛症還有口水痣 但陳說董事的雷基 並沒有包润哥哥 默默的就稀嫂噴脫了起來 畢竟他有超強心力可以帶走各種毛 而且完全不卡毛 還有仿人手托及強力下壓的拖地法 取出各種頑固口水痣 就算遇到這種龜鑿土硬地墊 新人掃地滑雷基也毫不猶豫的直接給他騎上去 但如果是不想要雷基騎上去的地方 例如電風扇 只要開啟低月障功能 他就會放棄努力 非常聽話 雷基第八還有八種清掃模式 就算家裡沒有WiFi也完全沒問題 因為這機還自帶熱點 可以跟手機直接連線操控 最後掃回來的垃圾 還能透過五倍壓縮集成 讓我可以更懶更久再清 甚至還能 3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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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塊錢 試問誰不想要一台雷基呢 為了體恤雷基平時的辛勞 這次還特地帶他來清淨散心 因為不論在哪裡 只要有雷基就好安心 雷基充電中 哇 太美了吧 天氣超級好 一來就消費30塊 想吃嗎 什麼 飼料就是甘草 這家甘草怎麼有30塊 吃一點點的 這很珍貴 一袋30塊 下面再進行一些 趕陽的活動 哇 好土欸 嗚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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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 一排 有 好可憐 好可憐 收藏 好可憐 拳帶 沒可憐 你拳帶呢 急 在玩什麼 真的 真的 一根小隻 班仁傑 啊羊咧 啊羊咧 對啊 訪問一下我們參加班仁傑的民眾 有看到羊嗎 有看到羊 大概三秒而已吧 全部都是人 然後跑去一起死掉 笑死 你一個人來嗎 我跟家人來 他們去拍羊 我不是假人 可是羊才是寢生的 太悲傷了 是已經特別在這邊做這個 對啊我是來參加這個奔養節 欸小心喔 路上很多路上 很多很多 太多了吧 剛剛那個妹妹說 她在南投上班 家裡住台中 然後 她在那裡上班呢 她在精神病院上班 她說 那些羊怎麼比我的病人還瘋 因為憑我的實力 大概也看不到羊了 於是我索性放棄 直接趕去看馬術秀 哦 哇 要比奔羊好看是正確的嗎 看完都想要去蒙古了 奔完羊看完嘛 國民賓館的窗口 還為我準備了一個小驚喜 這是姓儀嗎 對 這麼尷尬 因為我只有一桌嗎 我要在櫻花樹下午餐 等一下 是以為你們很餓嗎 是確定是兩人份白飯嗎 他直接給半桶 五百五一個人很划算 那我可以問你雲南菜的重點是什麼嗎 昨天去吃了一家雲南菜 但是稍微有點吃不太懂 有點跟太古有點像吧 就是會有點辣辣的酸酸的這樣子 那所以雲南菜的必點到底是啥 米餡吧 然後金啥 這個你現在吃有點像 啊就這個 有點像有點像 泰式打包出蜜 泰式肉粥 這個概念 所以我還說吃不懂雲南菜 我也吃不太懂 但我是覺得嗯 甜甜的就好吃 因為我是南部人 所以他只要菜是甜甜的 我就覺得很好吃 果然不能問台南人雲南菜的重點啊 那我問你這邊的房間 真的都沒有冷氣喔 對 國民賓館是沒有 啊但是其他民宿 我不知道不一定 有些可能會有暖氣 啊這邊的話是 暖氣暖氣都沒有 那你們不考慮加裝一下嗎 你說很熱嗎 很冷 以前是有時候客人常 七八月的時候他會說 真的蠻熱的 嗯 但就是窗戶打開 你知道自然風 哈哈哈哈 所以有人打電話去櫃台客宿的話 嗯 你就叫他打開 不是啦 還是會有電風扇 他如果真的覺得很熱的話 還是會有電風扇 那如果說很冷的話呢 櫃子裡面有那個 暖被 就是可以蓋這樣子 好 但其實我們自己員工都會開電暖氣 什麼 哈哈哈哈 我們自己都會買暖氣 真的太冷了 那為什麼不租借電暖氣呢 我記得也是有耶 但是可能是 真的 他真的有非常強烈的需求 所以可以給他這樣子 所以要跟櫃台表達強烈 我會冷死的 那種求生意志 他會用電暖氣 大家學到這清淨的求生秘訣了嗎 最後 當然沒有忘記要問姓怡 最關鍵的那個問題 那我問你我們真的可以秤到住宿券嗎 可以可以 真的可以送給我的粉絲嗎 可以兩張 因為這次影片的主題就是 不辭千里來清淨農場 秤住宿券回去給粉絲 要這麼直白嗎 不要這麼直白 我怕我們長公不夠 不要這麼直白 不要這麼直白 會真的有 有啊有兩張 我去參加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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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在回收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放心各位 他抽到的話 我會叫他寄回來的 以上就是這次為了趁住宿券而起的 南投清淨奔陽節 之超展開玩命看蜜蜂 哲學之路探險 體驗清淨求生秘訣 以及完全吃不懂雲南料理 但卻在殷荒樹下 又吃了雲南料理的荒唐旅程了 非常感謝 鋪離熱情粉絲伊莎 跟國民賓館的信儀 最後因信儀的要求 我們一定會低調抽住宿券 不能被長官看穿 我就是為了這兩張券而來的 抽獎辦法請見資訊欄 下次見啦掰掰 對了31歲還沒去過日月潭的我 終於也在這次解鎖成功 這次解鎖成功 好高 你在激動什麼 回到我 算是摔進來 我怕得高 我怕得高 我都不敢看他 他可怕 好高 太漂亮了 太了吧 不怕得高 太好了 好短命 謝謝 美國 現在沒有什麼 想去哪裡 今天工作的部分 就是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不做什麼 做什麼 好重要 是做什麼 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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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正直 等一下